大家好,我叫丁亚,是生活在意大利米兰的一名建筑师 现在身边的很多朋友都已经在意大利买了房 以免会遇到房子装修方面的问题 今天我想跟大家谈一下这方面比较实用的是政府补贴 可能很多朋友不太了解 原来在意大利装修、购置家具电器、改造花园 还可能得到政府的补贴 今年意大利预算法案延长了一系列对家庭装修改造的补贴 从1月1日起升降 原有的家庭补贴支出上限提高 大部分的补贴延长至2021年底 去年热门的超级补贴期限延长到2022年底 下面让我们一起来看一看一般家庭能够享受到的优惠措施吧 装修改造补贴 这个补贴适用于家庭装修 可以得到50%的优惠补贴 就是通过10年分期从个税中扣除的方式返还50% 每户可以获得优惠的装修改造支出上限是9.6万欧元 这边的每户不是指每个家庭 而是每套房产 另外更换应急发电机和最新一代的天然气发电机 也可以得到几项补贴 如果该房产的一部分是作为商用 艺术或者其他职业的工作目的使用 补贴减半 这个补贴主要是针对以下的一些内容 最重要的是建筑维固更新的活动 像是装修 保护 翻新 一共有四类 这个内容比较多 所以我们放到下面来说 第二个是无障碍设施 也就是消除建筑中的障碍 为残疾人的行动而服务的 比如说改造过窄的门 过窄的空间和过道 改造台阶 在建筑外设置电梯等等 还有包括像通信技术 机器人技术和其他先进的技术 来促进严重残疾人士行动的室内外空间 这个方面只包括建筑赶予所产生的一些费用 而像免提电话 触摸屏等设施 不属于可扣除的类别 然后其他还包括像是防噪音污染措施 防震措施 避免家庭事故的改造 像是安装防盗玻璃 去除失眠 安装扶手等等 另外还有重建或 会以事故受损财产所需要的概率措施 比如说发生了一个事故 然后你需要重新改造你的房子 这个时候就可以使用这部分的补体 还有一个可能比较有意思的是 可以包括支付给建筑师 工程师等专业技术人员的设计 和其他相关专业服务 比如说像建筑活动的申请 还有能进行评估和检查的费用 与工程的执行和施工相关的其他费用等等 下面我们来说一说家具补贴 Bonus Mobiling 在装修的同时 购买家具和能源效率A加以上的家用电器 包括运输和安装 可以得到50%的优惠补贴 这里如果是购买烤箱和洗衣 截止日期不超过2021年12月31日 这一补贴的必要条件就是必须装修 可补贴的家具有如床 衣柜 书装台 书柜 桌椅 也沙发 餐具柜 床 垫 照明设施等 不包括的有门 地板 窗帘 围蔓 家具配件等等 生态补贴 Eco Bonus 这一项优惠 主要是针对提高建筑现有的能源效率 个人和公司都可以获得补贴 比如经过改造可以减少供暖所需能源的 安装太阳能板和更新现有的冬季采暖设备的 改善建筑维护结构热性能的干预措施 也可以获得此项补贴 其中更换窗户 采购和安装遮阳板 以及安装生物质锅炉 可以获得50%的返还 其他的措施可以上升到65%的返还 都是通过10年扣除的方式 如果改造措施是整个公寓楼一起进行 生态补贴也可以上升到70%到75% 下面我们来说一说绿化补贴 BONUS VED 可能很多朋友听到这个都比较兴奋 其实这个要求是比较严格的 像是进行花园布置 屋顶绿化 安装灌溉系统 修建水井和空中花园产生的费用 可以获得该项补贴 而日常绿化文部费用不算 不找专业公司自己DIY的情况也不包括 补贴的对象必须是住宅功能 每户可以获得36%的优惠补贴 优惠的支出上限是5000欧元 也就是最多可以获得1800欧元 公寓楼也可以使用该项补贴 每家的支出上限为5000欧元 补贴将通过十年分期从个税中扣除的方式 下面我们来说一说超级补贴 Super Bonus 这个补贴可以补贴110% 所以大家可能听了都比较兴奋 但其实这个补贴不是那么容易能够获得的 这个补贴主要是针对改良强体保温 更新现有的冬季采暖设备 加固结构减少地震风险的措施 补贴对象是整栋公寓楼 或者有独立出入口的住宅 也就是需要从道路直接到住宅的一个出入口 还有独立使用的管线 独立使用的管线具体来说 就是水管 煤气 电路 供暖系统四项里面 需要有三项独立的 不包括排水系统 改造以后能源等级需要上升两个以上 也就是改造前后需要有专业的人士 开UP的证明 就是能源证明 超级补贴一共有两个部分组成 一个是必要措施 一个是可选措施 必要措施是建筑维护结构的改造 或者更新现有的冬季采暖设备 两项里面选应即可 关于维护结构改造 这里的维护结构 包括不透明水平 垂直和倾斜的表面 因此包括墙体 屋顶和地板所有类型 关于采暖设备的话 我可以给大家稍微写一下 第二部分的可选措施是在第一部分的必要措施 必须有一项进行的同时 能够得到其他措施的补贴 生态补贴在这种情况下 可以升级为超级补贴 放缓110% 另外还有安装太阳门板 建筑内电动汽车充电桩 无障碍设施 也就是65岁以上的老人居住的独立住宅 可以安装电梯等等 如果是整状公寓楼改造 必须要在2022年6月完工60% 才可以在2022年的12月31日前 获得此项补贴 而独立住宅的改造 必须是在2022年6月前完工 超级补贴可以不限于第一套厨房 另外也包括因为能源改造的原因 进行拆除重建的情况 符合规定的措施 将可得到110%的补贴 通过五年的分期 从个税中扣除的方式 这里就要注意了 如果你的税没有交的那么多 那有可能最后 你期望的110%的补贴 不能够完全得到 然后我们来说一说 外立面的补贴 所有类型的建筑 都有资格获得该项补贴 主要是用于加固建筑的外墙 翻新清洁和粉刷等等 该项补贴可以获得90%的补贴 通过十年分期 从个税中扣除的方式 另外还有一个 比较有意思的补贴 如果你恰好购买了18个月内 刚刚翻新完的住宅 可以申请该项补贴 可以收到购买价格的 25%的一半哦 是不是很多 如果比如说 张三购买了一套 20万欧元的房产 25%的购买价的一半 也就是2.5万欧元 此处的翻新 不包括常规性和 非常规性的维护 只包括保护 保护性更新 建筑翻新等等 翻新的对象 必须是整栋建筑楼 而不是一部分 可以是整状住宅楼 公寓楼 可以是一套独立性的住宅 此项补贴的上限是9.6万欧 将通过十年分期 从个税中扣除的方式来 另外有一个比较新的补贴 是供水系统补贴 BONUS HYDRICO 针对该项补贴的政府 计划拨款为2000万欧元 环境部将以60天内 出台改法律 每户最高可以补贴1000欧元 还有一个补贴呢 我们平时可能不太用得到 叫做防震补贴 SISMA BONUS 这个补贴的话呢 主要是帮助地震停发的地区的人民 进行房屋的改造 说到这个不得不提一下 意大利的地震级别分类 从高到低一共有四个级别 一二三四区 北部大部分属于中低和低风险区 比如米兰主要属于第三区 中南部的山区基本为交高风险地区 一区 从2017年1月1日起 在高风险地区就是一二区 和中低风险区三区中的 建筑进行抗震干预的费用 可以按照每户支出上限 是9.6万欧元最高额度 进行50%的返还 以通过五年分期 从个税中扣除的方式 如果干预措施 将地震风险降低一个级别 补贴可以上升到70% 下降两个风险级别 补贴可上升到80% 好了前面我们说了 那么多补贴的类型 现在让我们看一看 有哪些建筑维护的更新活动 对于建筑维护更新的活动 一般来说可以分为四类 A. 常规性维护 B. 非常规性维护 C. 保护和保护性更新 D. 建筑翻新 A. 常规性维护 这个维护不需要进行建筑申请的工作 例如维修和翻新墙面 整合和维护现有管线设施 更换地板 门窗 室内抹灰 刷墙 油漆 屋顶和露台的防水 油漆车部门等等 B. 非常规性维护 这个包括不改变建筑的整体面积 不涉及建筑的性质变更 仅对建筑物的部件进行改造 或者增加整合卫生间和其他空间 此类的工作和改造 均被视为非常规性的建筑维护 非常规性维护呢 还包括那些将房产单元进行拆分和合并的改造措施 即使这些改造措施会涉及房产单元数量的变化 和规划上面的变化 前提是建筑的总面积用途保持不变 比如说安装电梯和安全楼梯 新建和改造厕所 更新门窗 遮阳百叶窗 卷棉等 翻新楼梯和坡道 节能的干预措施 私人区域的围栏 内部楼梯的建造等等 下面我们说一下保护和保护性更新 这一类的干预措施 需要尊重建筑的类型 形式和结构 大家听到保护就可以明白 不能完全拆除 这个是要通过一系列的工作 来保护现有建筑并保障其功能 也就是预计的功能要在此类型建筑允许的情况下展开 例如消除和防止建筑退化的干预措施 比如说墙体开裂 还有根据现有体积调整楼板高度 扩大窗户以适应场所的通风要求等等 最后一个是建筑翻新 这一类的措施包括有 拆除和重建建筑物 使它和现有的建筑相同面积和体积 还有像立面改造 建造阁楼和阳台 将不可居住的阁楼改造成可居住的阁楼 将阳台改造成封闭阳台 或者设置封闭式的阳光棚 开新的门窗 增加室内面积和体积的情况下 兴建厕所 那像我们前面提到的最后三项 也就是常规性的维护以外 都是需要进行建筑申请 也就是我们常常说的pratica 包括Chila Chia Demesso di Costruzione等等 在意大利呢 即使是家庭进行室内改造 在不增加面积和不改动 沉重墙的情况下 增减墙体和开门洞 都必须要向市政府提出申请 而且是不能延时的 在房屋买卖和出租时 也需要提供给中介 和房屋结构相符合的建筑证明 那关于补贴类型 有什么需要注意的地方呢 比如说以上费用的支出方式 必须是以银行转账或者刷卡支付 不能使用现金和支票的形式 银行转账的时候要选择补贴的类别 上述补贴除了超级补贴 会通过五年分期的方式 从个税中通过减税的方式返还以外呢 其他的补贴一般是以十年分期的方式 从个税中通过减税的方式返还 补贴涉及相关的措施细节非常多 本视频只能大致介绍 具体需要咨询专业人员和产品相关的公司 以确保能够获得补贴 今天我们说了那么多呢 是希望我们华人在意大利 也可以享受到这些有用的意大利的政府 补贴最大化的来改善自己的生活环境 那如果还有什么问题的话呢 可以在下面留言给我 谢谢 再见